卡内基训练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全新投入的事业。 有些工作我们非常羡慕,特别是那些对他人的工作、生活、家庭有深远影响的工作。 你所选择的卡内基训练就是这样一份工作。 从1912年开始,卡内基凭借简单有效的助人理念影响了全世界上亿人,变得更加热爱生命。 而作为世界卡内基机构最佳传承者黑幼龙,除了影响两岸华人、企业高管、上班族,同时领先创办了卡内基青少年班。 倡导以卡内基慢养的精髓,启发两岸青少年父母用鼓励尊重的方式创造家庭和谐,帮助子女成为优秀快乐的青少年,提升两岸华人企业与家庭的幸福感。 所以,你现在要加入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影响两岸华人更有幸福感,让世界更美好的终生事业。 人的一生都在寻求生命的价值与重要感。 戴尔·卡内基整合了所有人性的渴望,用简单易懂的原则鼓励每一个人,用正向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生活中,发挥自我的影响力。 当今有古神之称的巴菲特就是卡内基受训后的最佳代言人。 卡内基训练,1912年在纽约诞生后,很快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超过30种语言来传递卡内基精神。 全世界近900万人已经从卡内基精神中找到乐在工作,享受生活的幸福感。 华人对于卡内基的了解,最早是从1936年最经典的著作《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中文书名译为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 早期未获授权的书名为《人性的弱点》。 由此开始,从大学生到企业上班族,特别是那些渴望使用这些方法得到成功,激发自己的人际关系魅力的领导人,都对这本书印象深刻。 请听听两岸的企业商务人士对于卡内基的印象。 我为什么喜欢卡内基呢? 是因为在整个的卡内基的训练中,我看到了女儿的成长。 这个课程中的话,我也自己亲身的体会到了,去上了这个课以后,我在工作上也减轻了很多的压力。 卡内基在那个,我们70年代是很火的一本书,因为那个时候啊,基本上我们,就是大家都会看过这本人性的弱点这本书。 那真的开始上过,看书和上课是不一样的。 那真的上过卡内基的课以后,我觉得可以更轻松地做自己,会更去享受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快乐。 喜欢卡内基是因为在卡内基的课堂能够让我们把知识变成一种能力,而且呢,老师会有用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快速把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但是又很难用的一些方法,变成我们实际上工作能够运用的一些很具体的方法,而且拿到成功。 通过卡内基训练,让我更加的自信了,在主持工厂的大会的时候,哇,他们都说我好黑咧。 卡内基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幸福的一个课程,因为你会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去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且让它更美好。 对于整个公司的管理上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部门同仁,跟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整体公司的理念,能够一以贯值,让公司更有这些心理。 公司应寻求充满热情的员工,只有基层员工的能量,才能决定一个企业的能量。 员工不只是带着脑袋来上班,同时也带着情绪来上班。 如何让同事们乐在工作,这是领导者的新课题,也是卡内基训练努力塑造的企业文化。 我们来听听两岸资深老员工,以及从基层做起来的主管们怎么说。 卡内基训练的时候,我一直是认为,卡内基这么多年来,对卡内基耗时这个课程一直做一些改变,我是坚信不移的。 这次从12奖变成9奖,我认为这个课程的调整,它的核心的价值的体现,会体现得更好。 卡内基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变得特别有热情。我记得一句话,我们做得有热情,就真的有热情。 帮助自己在生活上还有工作上,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成长。 那也是我一直要求我的自己的员工不断地学习成长,我们是做同样一件事情。 好,所以我告诉你哦,在卡内基会越来越年轻。 您一定非常惊讶,这些资深主管的蜕变,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华文卡内基创办人黑又龙,连续上6天课程都不含泪,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但仍对工作恶辞不疲。 卡内基是如何使人对工作保持活力,从成熟老态变得年轻有魅力呢? 那么就跟随我们去了解,黑又龙和黑丽颜所带领的,卡内基全球第一的优秀团队背后的企业文化。 以此来印证,畅教书EQ和秘密的正能量精华,分享对外没有公开的企业文化秘密。 卡内基团队的每一份子都相信,言行一致会为我们挣得资格,打造更加卓越的团队和高素质的教学质量,创造优质的客户满意度。 面对冲突,我们运用卡内基原则,创造双赢。面对低潮,我们互相打气,共同应对。 创办人黑又龙与迪百林,带头记住两岸新同事的姓名,努力给每位同事增加重要感。 2008年12月,大陆同事在加拿大参加完年会,需要搭乘清晨的班机返程。 在那寒冷的冬日,凌晨五点不到的时间,准备离开酒店的同事居然看到黑又龙、百林及丽严三位公司负责人亲自到大厅送行。 每位同仁得到的尊重和重要感,至今都感到温暖和印象深刻。 每年黑又龙都会到两岸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成长充电会,百林带领教学团队提供更高品质的讲师充电会。 丽严则慷慨邀请世界顶级的卡内金明师来强化我们的教学能力,举办两岸业务及行政激励大会,保持竞争力。 公司同事每年前往美国或世界各地参加年会时,三位都会鼓励同仁参加每一场国际化的分享交流说明会。 同仁们在得到拓展国际视野的同时,也通过持续强化学习的氛围,不断在业务拓展和教学上发挥影响力。 永保创新,领先改变。这些都是老板们亲自带头学习的范例。 你能想象到当年台湾业务同仁天天接电话接到手软的景象吗? 其实,即使许多地区没有那么多的电话,我们的打拼精神也是世界第一。 从1993年开始,黑用龙带领的团队始终保持全球卡内基业绩第一的殊荣。 每年卡内基全球盛大年会颁奖时,当台上宣布世界第一的中黑纸罗黑团队时, 我们总是全体一起上台领奖,分享这一荣耀的时刻。 难以想象,这支庞大的队伍连上台领奖也需要花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这真是我们卡内基人倍感骄傲与值得回忆的时光。 同仁加入公司越久,彼此分享美好的欢乐回忆就越多。 请看我们各地旅行的丰富回忆,请看我们最感兴趣流传的笑话, 再看看我们多姿多彩的各样创新搞笑晚会。 黑先生带头表演的魔术,你可一定不要错过。 我要把这一杯水变到这杯水,这个杯子里面。 请看我们讲师如何自我打气乐于教学。 我们拥有不同世界级的卡内基代言人,从企业到家庭。 主持人来自我计方,企业的负质。 这是雅中央人的财产。 这是一位财务的人,财富富的国内。 Batu,财富富的公司。 和多70百货财产。 像 Coca-Cola, IBM,美国货产品。 但他这不仅是一位财务的人。 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财务。 所以财富货货币。 他认为财富富的财务。 不仅仅是财务的财务。 小吴农山的同性在鞋,迪巨人 是这样一样的,你如果 bul fant阻止 什么其他各种reu rehabilit öğren 在这里的具体发影响很有本意为 他們都完全完全有重要的事情 我來這裡有我的證明 我從來的大陸的課程中 我從來我十二十歲 我恐怕在公開的聲音 我還沒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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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是賣一百元 我最後這課程中 我還沒做到的課程中 我還沒說話 我還沒說話 我還沒說話話 我相信卡内基这个训练 未来会在很多个一百年当中 继续帮助很多人成功 因为他们会获得更多的自信 更了解如何与沟通 同时会成为一个更快乐 更更好的人 我希望有更多的各行各业的年轻的朋友 以及各行各业的需要建议自信 培养人际关系引导力的所有的人们 能够跟我一样 能够积极地参与卡内基的信念 卡内基我感觉的最大的效果呢 就是学以致用 能够让我们把知识很快地变化成能力 对我们的业绩促进也是非常大 我们的业绩能够从那种平稳的增长 能够增长到30% 40% 而且现在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 通过这次培训呢 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自信和信心 学到了很多如何在人与人的交往 并且在工作之中学习很大 卡内基影响这些年轻人的未来 也是国家的未来 还有在这里工作的同事们 许多人在这里成家 子女跟着卡内基一起长大 参与我们的活动 也是卡内基未来的希望 我和我们学校其他九位学生 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团 去纽约联合国祖父 参加世界高峰生活的联合国大会 在卡内基第一项目的时候 我就听说过 要打破自己舒适圈的这个原则 所以我非常感谢卡内基 他带给我自信的提升 他从前是一个非常害羞 胆怯未动的孩子 现在变成了一个主动大方开朗的孩子 那么卡内基在养养孩子综合性质方面 是非常有独到之间的 加入卡内基 让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幸福 同样我们也是学员及企业的贵人 这份助人的事业 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彩 黑有龙与丽颜全家坚信 要营造感恩 诚信 尊重的企业文化 在各种会议交流中 他们坚持以正向积极方式 完成高绩效的指标 每年卡内基团队都会举办 一至二次的水翠活动 同仁们彼此分享成就 挫折 彼此感恩 肯定价值 塑造真诚开办的信任分 这种温暖单纯的 像家一样的企业文化 鼓励很多的高阶主管 几乎都在这里工作了十五年以上 黑先生 常常不断的激励我 他就说我以前就像是一个 还没有开的子罗兰 现在越来越绽放 他就说 为了这一点 我要继续绽放 然后呢 他有什么错啊 他有说我们俩交理不同意见 他会跟我道歉 老板会跟我道歉 太感人了 所以呢 再卡一记真好 所以留在这边 每天就开开心心的 每天上班的哦 因为每天都在交朋友 每天都在讲笑话 每天在跟人家聊天 还可以环游世界 这多好呢 欢迎你继续加入卡内基 活在卡内基 为什么我会在卡内基17年 其实我觉得黑先生是让我看到最 怎么讲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老板 他都会在你觉得 自己好像没有做很多事的时候 写感谢信给你 我觉得真的 黑先生每次写的那个感谢信 你都会让自己觉得 哦 原来我是可以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也想要这种 一面工作 一面享受生活的幸福感吗 Cannay基 台湾 我爱卡内基 卡内基训练 不只适用于我们的企业客户 成人 青少年学员和卡内基家庭 训练成立 10周年后 黑友龙赞助了500位中小学校长主任 参加卡内基领导力培训 接着 因为我们的优质训练成效 赢得宏达基金会董事长 卓伯土的支持 一同将卡内基训练 融入磐石教育计划中 至今将近有4万的校长老师们 变得更加快乐 将所学努力融入校园中 成为学习的快乐天堂 在庆祝百年卡内基之际 我们也举办了上海两岸百倍大学生 基因训练 邀请大陆各界参与爱与承诺 2013爱你一生的网络活动 赢得各界媒体关注 及热情朋友的温暖风向 卡内基训练可以帮助我们工作更高效 家里生活更快乐幸福 是两岸华人更加正向机器的影响驱动者 卡内基先生若活在这世界上 他必定会说 华文卡内基训练 加油 我只得更快乐 了 充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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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实